為什麼會找到冰冰姐 因為其實冰冰姐是我們超級大前輩 如果資料沒有錯的話 她在1978年就拍她人生的第一部電影了 你知道嗎 所以呢 然後她這幾年也很少露臉在國片 但去年卻是金鐘獎的影后級的 你怎麼會想到冰冰姐 因為其實這一部片我們在講就是一個追夢 那當然就是說我們在這個地方 透過機會的時候 她需要一個很大的舞台 所以就是說在舞台的時候 大家都希望說能夠站上這個 不管是演藝圈啊 或是說那種表演圈裡面霸光發熱 那冰冰姐她裡面就很像我們 在我們真正演藝圈那種輩分一樣 對 她裡面就演了校長 她雖然是很嚴厲 因為她認為就是說 如果你真的是要在這個地方立足的話 其實你在表演演藝圈的話 你要比別人付出更多努力 就是你不見得能夠爭取下來 所以你要真的是要很貫射自己的那種心思 尤其她內心有很多溫度 會給很多的提點 了解 就很像 就真的很像她 沒錯 就冰冰姐呢 就是她在電影當中必須要很嚴厲 但是愛之深 責之切 她希望孩子們好 但她就是一個 外表嚴肅 內心柔軟的校長 這樣的角色 太適合她 謝謝你的導演 什麼時候要預計開拍 明年三月 三月的時候開拍 然後還拍到五月 好 那希望明年年底的時候 可以讓大家看到 是 那男主角今天沒有公布的原因是 其實就是 因為這部片講真的是非常困難 比如說像 因為像街舞題材其實大部分不敢碰 因為真的是很不好拍 對 那像裡面這個主角 他真的是要把街舞 是變成是演出的那個生命 是 不是還可以看直覺花旋袖腿而已 是 然後再來 他又要戲劇核心 要跟我們的女神 要談戀愛 對 而且我是很希望說 這個感情 我不想要是那種 只是像演員上面而已 是 他們只是要發展出那種 身體上的關係 是 透過街舞 是 身體上的關係 你是拍A片啊 不是 不是 因為大部分 互動 互動 對 身體上的互動 你看身體上的關係 這要解釋清楚 所以這個男主角 也是需要很能動的對不對 所以非常難挑 那其實我們也要挑 可是他還在 因為他知道這個 如果說他決定要的話 他接下來就要 這個時候被他脫落 是 是 那再給他前面的時間考慮 好 可是我相信 這一位人選他出來之後 絕對不會讓大家使用 好的 所以現在有鎖定人選 但因為這個難度特別高 所以男主角也正在糾結當中 對不對 好 沒關係 明年3月才開拍嘛 還有4個月他可以慢慢想 前面 他前面就已經要 我知道啦 那你趕快去打電話給他 你跟我搶沒有用啊 努力說服他好不好 我有聽說是誰啦 是一個很 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卡斯 絕對是當紅炸子機型的 謝謝羅導演 謝謝辛苦你了 謝謝